不过初学就像离家出走太久的浪子 刚回家不认识家里面有这么多的财报 以为自己是意外得到 心生欢喜 可以理解 但是在这里这所破的是对无上妙法的执着 乃至菩萨受计成佛 于法实无所得 先举这个例子 释迦如来献身说法 接下来则是以词来勉励菩萨 请看经文 虚菩提 与亦云合 佛上 庄严佛图佛 佛也世尊 何以故 庄严佛图者 极飞庄严 处法生心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看到这里 须菩提 与异云合 菩萨庄严佛陀佛 如同前面 释迦如来 行菩萨道的时候 发愿 修行 所谓庄严佛土 这是菩萨共同的心愿 什么心愿呢 成佛度众生啊 我们常常讲的 这个事项 就是菩萨共同的心愿 庄严 这是佛法专用名词 但现在社会上也用 可是理解不一样 社会上一般讲的庄严 后面就是树木 一般是比较严肃的概念 佛法讲的庄严 它有很多内涵 首先 庄严是美好的 庄严是温馨的 庄严是活泼的 庄严是自在的 庄严是启发人心的 所以一般形容一个道场 怎么好怎么好 都会说庄严 真明是好庄严哦 有朋友听到 庄严这么好啊 看到一条小狗 这狗好庄严哦 不是说绝对不可以 但是有点用词不当的嫌疑 庄严一般是用来形容三宝 佛法身和道场 这个是常用的 不是说绝对不允许用在别地方 这会造成误读的 庄严就是用各种美好的行为 让环境变得赏心悦目 它有绿化的意思 有美化的意思 有幽化的意思 有净化的意思 所以用庄严就变得很有内涵 菩萨庄严佛图 就是菩萨发愿 以种种美好的行为 去建设一个美轮美奂的空间 这个空间就称之为净土 一切菩萨 这个愿是相同的 菩萨成佛的时候呢 这个净土自然而然出现 随它的愿力 就像极乐世界一样 随着阿弥陀佛成佛 极乐世界自然出现 怎么建的呢 什么结构啊 什么材料啊 不可思议的愿力 和菩萨无量节的美好德行 自然而然现出来的 不可思议 所以菩萨无量节以来 在跟众生相处的过程中 他就是在建净土 有人就问 净土在哪里啊 净土就是菩萨的月 那菩萨在这里建净土了 这里以后会成为净土吗 这个不去在意他 那净土会在哪里出现呢 净土会在因缘具足的地方出现 但菩萨在 与一切众生相处的过程中 一直没有停止 净土的建设 怎么建的呢 这一种行为的净化 就是菩萨在建净土 这就是佛法所讲的 庄严国土 利乐友情 净化人心 净土这个概念 在佛法中是时常提到的 最近这些年 佛门中比较流行 倡导建设 人间净土 响应国家 号召 社会需求 有很多人说 极乐世界太远了 我们也看不到 甚至我也不怎么想去 我们这个世界 什么时候能成为净土 就好了 就好了 你真的很想这个世界 成为净土吗 想啊 又多想呢 是想想而已呢 还是一直想呢 很多人 是希望别人见净土 并不是自己想要 参与到建净土的行列中 很多人在 很多人在责怪环境 为什么 这么糟糕 污染这么严重 但只有少数人 愿意为净化环境 做一点事情 在佛法里面 对愿意净化国土的人 就送他一个称号 听仔细了 就叫菩萨 菩萨 菩萨就是建设净土的一群人 我们这个人间 什么时候会成为净土啊 这话 要怎么去理解呢 什么时候会成为净土 其实这个人间 从来没有被染过 这人间从来没被染过 怎么可能这世间这么污染 就眼前我们看到的 雾霾这么严重 空气水源 现在连土壤都被污染了 怎么能说没有污染呢 这是我们的污染 并非是这个世界客观 真的有这样的污染 这些污染准确地讲 是我们这批人造成的 各位 是我们这一批 不是坐在讲堂的这一批 是我们这个时代 这一整批人造成的 就是地球上目前的染污 是地球 这个时代的人类 大家合作 造成的染污 这个 人类的首领也承认 的确是人类造成的 在佛菩萨境界看来 这个世界清净无然 维摩射立佛尘立佛尊者 曾经提出这个问题 向世尊请教 这个娑婆世界 真就那么污染吗 当世尊 世尊就用 阻止 按地 脚趾头 踩一下开关 按地 踩一下大地 开关启动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顿时现出 如极乐世界一般的清净 庄严 而后世尊 告诉大家 在佛境界中 这世界 恒常如此 但众生见不到啊 为什么呢 众生的心 是染污的 众生用染污的心 所以感受到的 更多的是染污 因此 佛法中所讲 见人间净土 它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呢 真正的用意 就是引导更多的人 净化自己的行为 心性 而后 用这样一种净化的心性行为 再去净化自己的生活环境 而后 这个世界有可能 污染会减少 别的不说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垃圾 不要随意放置 街道就会干净很多 我们走到哪里 都能懂得去维护当地的环境 自然破坏 破坏不会那么严重 这就是 人间净土的创建 世界太大 我们影响有限 所能做的 在我们脚下 我们脚下 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 比如说 我们这个道场 侯上在这个道场 怎么修行呢 庄严道场 内外两种庄严 内 就是 净化自己 情绪烦恼 行为减少污染 这是内 衣服脏了我们会洗 身体脏了我们会冲 脸脏了会吐来吐去的 心脏了 我们却装着不知道 这不行的 这会有病的 准确的说 已经很重了 心要每一天清洗 拿什么洗呀 现在有很多牌子的 强力清洗剂 什么牌子啊 金刚牌 金刚般若牌 你不要想到那些 那些广告上的 那些清洁剂 这里是我们 要记住的牌子 金刚般若牌 强力清洗剂 要把心中那些 沉寂多年的油垢 清洗掉 什么油垢啊 油就是很粘的 垢就是很厚的 很粘的是什么呢 很郁闷 很纠结 很烦 那就是很粘的 恨人的想法 抱怨的想法 想不开的想法 那是油 种种种情绪的 反复出现 那就是够 洗呀洗呀 这就是内在要进化 外在呢 穿整齐一点 这个不用教啊 但是居住空间要干净 是要提醒的 目前 这个意识 其实还不强 需要提醒 就是我们居住的空间 要干净 这是外在的状态 住的房间 要干净 房间外围 走廊过道 要干净 公共区域 要干净 请问各位同学 怎样才会干净啊 让他们干净啊 让他们干净啊 就是我们自己 要积极主动 尽自己的一份力 维护环境的干净 所以走进一个道场 要能给人清静 庄严的感觉 这就是接引大众 所以常住的每一个 师父 同修 一定要有这样的认知 这就是发心 这就是付出 如果认为我要修行的 这跟修行没关系 那就没得修了 这就是日常生活的修行 这就是庄严佛陀 三宝所在的地方 我们都不去庄严 还修什么行啊 这些应当自觉去维护 而不能把它当作是一种工作和任务去完成 工作是什么呢 工作是 我来在这里做点事情 我是有某一种种期待的 任务是什么呢 师父交代了 非得这样 我也很无奈 这是任务 一般小和尚很会这么想 就是初学 很容易用情绪化的标准去理解修行 什么意思呢 初学有一种自己认为的修行概念 我认为必须这样才叫修行 不这样 不这样 你就是在影响我修行 其实修行 就是把我们认为的修行概念 给打破 这才是真修行 金刚经就没说在哪里修 反复强调的 就是打破执着 所以穿衣吃饭是修行 插桌子扫地是修行 打板撞钟是修行 迎来送王是修行 读送经典是修行 念诵佛号是修行 陪着大家晚上聊天 这也是修行 有人说了 我很烦跟人聊天的 浪费时间 其实大家都在浪费时间 不跟大家一起浪费 就一个人自己浪费 那样的浪费 其实很奢侈 还不如大众一起浪费 什么叫浪费啊 我们认为 我一个人 我好修行 可能也没错 一个人修什么呢 我一个人没人干扰啊 没人干扰就叫修行了 我一个人好读经 好念佛啊 没错的 请问你读经念佛 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往生啊 请问你准备 什么时候往生啊 你是这样一直念着到往生吗 你中间不要吃饭吗 中间没有人为你服务吗 你中间有事情 不要去拜托人吗 你能把这环节都省掉 好 你请待在那里 不要出来 人家说我要吃饭呢 你吃经就行了 吃什么饭 你既然烦大家 你干嘛还要大家 给你送饭 还给你做饭 你待在经文当中 你把他吃饱 这才合理 对不对 如果自己需要的时候 接受大家 自己感觉烦恼的时候 排斥大家 这是心态 没有调整好 当然并不是说 我们满大街去找人 去凑热闹 不能这么极端去解读 日常生活 这些很正常的 与大众的相处 不能看作是家长 这本身就是我们历练的一部分 陪大家聊天 怎么也修行啊 晚上这段时间 天天陪大家聊天 这么聊来聊去的 好像也挺开心的 很多烦恼 聊没了 修行不就是把烦恼 修没掉吗 是不是 后面有一句很厉害的经文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那就是无主人和尚 聊到这里 那个听众就一下开悟了 所有问题解决了 我们现在 你说为大家分享佛法 用上课的形式 其实 这是很不得已 方便 那如佛在世 为大众设法 你看 这都是日常生活在聊天 这金刚经 就是聊天 聊出来的 吃完了饭 我们叫茶余饭后 饭后 徐菩提就聊上来 那世尊 就为大家随机解答 这一来一往 你看这来来往往 已经多少个反复了 这显然不是世尊 一个人在说 互动频繁 这场景多么生动 世尊在做这样的事 天天如此 菩萨为众生去付出 就是日常生活的所有作为 所以我们在道场 要欢喜以道场为源 为大众付出 欢喜就是发心 什么叫发心啊 跪在佛前 我弟子某某 今天发愿 要如何如何 一本正经 发什么愿 我要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行菩萨道 我要寄功雷德 发完愿了 菩萨给了你一把哨帚 就说我要求佛道的 你不要影响我求佛道 这就是给你把佛道 扫出来 我不愿意的 你看我们理解的发心 是致命的 什么叫发心 发心就是欢喜众 欢喜为众生付出 就叫发心 把心拿出来 所谓心甘情愿 为什么菩萨 他做的不累 不烦呢 因为菩萨发心了 我们虽然也在做 为什么会烦会累 会退转会懈怠呢 因为我们 并没有真的发出这份心 我们是在念发心的 吻 说明书 一直在念 但从来没有启动 这个程序 一点都不欢喜 充其量 能当任务去完成 就很好了 这算是 算是 很本分啊 所以 我们看到 过去修行人 开悟 怎么开 开什么悟了 开悟就是 以前在种菜 种得很烦 自从开悟之后 就种得很欢喜 就是这么简单 你问他的悟到什么了 没有什么啊 就是这样而已 本来就应该这样 只是以前不知道 应该这样 就这么简单而已 归来 依旧是 旧时人 归来依旧 旧时人 不改旧时 行旅处 什么意思啊 归来就是 回光返照 回头是 一下明白了 还是以前那个人 某某某 还是某某某 名字都没改的 你看 六祖惠能大师 在家叫 卢惠能居士 成了祖师呢 惠能大师 不过俗家的姓 不再称而已 佛姓不改 不改旧时行旅处 什么意思啊 表面上看 他没有什么 外在的变化 做饭的 依旧做饭 烧火的 照常烧火 念佛的 还是念佛 参禅的 依旧参禅 有没有固定 在某个领域 没有 没有什么意思啊 你的缘在哪里 就随缘安心 不改旧时行旅处 以前生活怎样 无需改动一丝毫 但是 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世界不一样啊 怎么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我没看出不一样 仔细看 脸不一样了 脸怎么会不一样呢 整容了吗 倒不是整容 脸上的软件 不一样了 我们这个五官啊 里面装的有软件啊 现在软件系统 里面有病毒 病毒常常操纵 我们的五官变化 所以常常有些烦恼的表情 当一下子 认识到这个真相之后 状态不一样 那表情都不一样啊 你在想让他烦恼 那是很为难的事情 但是他忽然发现 你真想让他烦恼 变得很为难 没有办法让他烦恼的时候 他会烦恼给你看 可以表演个烦恼的样子 但事实上 烦恼菩提 已经双亡 什么意思啊 烦恼是多余的 菩提也没有必要 于是 可以得自在随缘 自在随缘 该做什么 还是做什么 依旧庄严佛图 但是从未执着 所以这里说 菩萨庄严佛图佛 佛爷 佛爷什么意思啊 这个事情菩萨在做 但是菩萨从未执着 如果菩萨执着了 他就不能庄严佛图了 为什么不能呢 因为他烦了 他只能污染佛图 就是假如我们起了烦恼 闹了情绪 我们只能添乱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所讲的是 菩萨的生活 何以故 庄严佛图者 极非庄严 世民庄严 你看 庄严佛图这个事情在做 极非不执着 假名庄严 就是说还是这么说 事情呢 还是这么做 但从未执着 事故 须菩提 根据前面的教诲 下面勉励 诸菩萨摩赫萨 各位 菩萨 大菩萨 菩萨 菩萨就是一般的菩萨 摩赫萨呢 是大菩萨 各位菩萨 大菩萨 大家别多想 我是菩萨呢 还是大菩萨呢 假名菩萨 菩萨 菩萨 菩萨从不执着 自己是菩萨 是名菩萨 这样呢 就是理解 什么叫菩萨了 那我们现在算什么呢 算菩萨吧 初学菩萨 菩萨 应如是生 清净心 应如是 像前面所说的 像下面所讲的 这样生 清净心 请注意 前面讲 发心 这里讲 生心 生和发 有什么区别呢 发 所以本来没有 现在发现 本来不知道 现在彰显 生呢 明明有根 才能叫生 这是在前面 发的基础上 生长 怎么意思 前面已经说发心了 这里就讲 如何用心 生 清净心 生心 生清净心 什么是清净心呢 不应助色生心 色 就是物质现象 不应当把我们的心思 停留在这些现象上 现象什么 就是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的心思 不应该停留在事情本身 那应该 停留在哪里呢 别着急 就是不要执着事情本身就行了 举个例子 扫地 不要把心停留在扫地这个事情上 地还是在扫 心不执着 而后就清净 不是而后了 当下就清净 说的同时就清净 那如果住呢 住是什么呢 住就是 我们认为 在扫地 地是我扫的 我在扫地 我扫完了 别人又弄脏了 我还要扫 可烦了 我扫完了地 还要去修行呢 因为扫地 所以 我好多修行功课都没做 这就是住 这个住是比较负面的 住在烦恼中 正面的呢 哇 扫地有好多功德哦 听说扫地了 人的身体会很干净哦 扫地会能去除很多疾病哦 经常说扫地有种种功德 不可思议哦 你们都不要扫 留给我扫 这是住在 公德当中 这都是住 陷阱哦 一个坑一个坑的 所以在这里说 清净心 不要住 什么意思 不能够执着 心是不能都不能停留在 这些所做的事情上 事情有没有在做 事情清清楚楚在做 但是 丝毫不染着 这叫清净 不应住 生香味触法 生心 一样的 不应当 六根 对六臣 产生执着 这里说 不应该这样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习惯要改 但目前的情况是 我们习惯这样 几个例子 我们 读一部经 学一个法门 做一件事情 我们坚持的认为 这就是修行 而不知道 这是修行的方便 是什么意思 是借用这个事情 借用这部经 借用这个法 完成修行 它是个方便 它本身不叫修行 这个要懂 如果我们认为 扫地叫修行 满大街的环卫工人 早就正果了 因为他们少得更专业 如果我们认为 读经式修行 现在有专业播音员 在天天录经文 比我们标准多了 他们应该早开悟了 是不是 那我不扫了 我也不念了 你看 我们不是取法 就是取非法 就会落在两边 这个事情要做 但这个事情不能做 要借这个事情 完成修行 借扫地 一 我的发心得到落实 二 我的习气 淘汰掉了 三 我发现 我真的可以这样做 很轻松 没什么大不了 我可以以此为例 做任何为众生服务的事情 烧帚放下 拿起金本 金本放下 跑去烧火 这些 这些本质上 没有差别 为什么呢 因为都是用无助的心去做的 至于做什么 这不用去执着 请注意 请特别注意 温馨提示 下面 要开悟的经文出现了 因无所住 因无所住 而生 其心 稍停一下 看看大众当中 有没有开悟的 就这句经文 成为金刚经 最为人熟知的 名句 原因是 有一位叫 慧能的大德 听到这句经文 开悟 所以大家 有很多金刚经 拿来 其他不看的 直接找这句经文 在哪里 在哪里 这个是开悟的经文 的确 能大师 听任何尚 讲金刚经 哇 我们今天场景很像 半夜讲的 晚上讲的 而且也是围起来 门都关起来 任何尚 为能大师 说金刚经 说到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能大师 言下大悟 大师 成上自己 所见真相 何其自信 本自前进 与金刚经 对照 相应的 后面几句 是加以说明 何其自信 本自情景 用文字 用文字来解释 没有想到 自信 一直是情景 从未被 从未被染过 我们一直 认为 要去污染 断烦恼 最后 才能恢复自信 而不知 自信 从来不会被染 说这个话 应当是这段经文 完整的听 而不仅仅是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是讲到这里 这一段 完整 告一段落 所以能大师 在讲自己 心得的时候 跟前面讲的一样 应如是 生 清静心 何其自信 本自 清静 因为自信 本自 清静 所以 所以呢 不需要 人为 再去打扫 我们只需要 不迷就行了 不迷 就是不住 无所住 不执着 而生其心 生 利益众生心 利益众生心是什么心呢 零零不昧 了了分明 对于众生的种种现状 清清楚楚 但同时 也不执着众生 这个现状 什么意思 直到众生 现在迷意 但是不执着 众生 这个迷意 因为众生 自信 也是 本自 清静的 这下可好玩了 想找个烦恼生 没理由了 因为我们烦恼 就内外两方面 内情绪 外 一切众生 现状 众生这个坏 那个众生 那个好 直到真相之后 众生 自信 本自 清静 密烦恼 了不可得 这就是所谓 见到真相 真相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在哪里啊 再仔细念一遍 原来真是这样 经文到这里 可以告一段落了 希望大家 也能有所领悟 纵然不能大赤大悟 至少 能有一些小小的启发 不要住在那个讨厌的人身上 不要住在那个纠结的事情上 不要住在那个生意的亏本和盈利上 不要住在那个股票的涨和跌上 不要住在别人的表情上 不要住在他人的言论中 多提几个行 要不然我们没准又住哪个窟窿里了 如此 因无所住 我们可以找到下手处 而生其心 给大家留一段时间 慢慢去掺 今天晚上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